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阅读文单词。 第一个, koyonaku, koyonaku, 作为副词使用,特别格外的, 还可以形容天气, 比如说, koyonaku, hareta, 这个秋空图做, akizora, akizora, 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可以翻译成秋高气爽, 格外的秋高气爽, 再第一次, koyonaku, koyonaku, hareta, akizora, hareta, akizora, 下一个单词, ai, ai, 动词形式, aisiru, 那如果说表示我爱你的表达应该是, aisiteru, aisiteru, 口语当中本来是, aisiteiru, 把i去掉了变成, aisiteru, aisiteru, 海外, kaiigai, 下一个单词, easei, 比如说, easei TV, 卫星电视, easei TV, 甲子园, kosien, kosien, 这个大家应该看动漫的同学特别熟悉, 它位于宾库县, 西宫市的一个甲子园的比赛场地, 那么这个甲子园的话呢, 就是日本高中联赛的决赛场地, 所以呢, 这个kosien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棒球场之一, kosien, kosien, 球场, kyu jo, kyu jo, 比方说甲子园球场, kosien, kyu jo, kosien, kyu jo, 下面, kini naru, kini naru, 担心挂念, 或者是表示心放在什么上面, kini naru, 下一个词, kuki zuke, kuki zuke ru, 是它的这个原本形式, kuki zuke ru, 就是像那个钉子一样, 钉在那儿, 或者手在那儿, 做一件事情, 好, 下一个, zimoto, zimoto, 比方说本地对, zimoto team, zimoto team, 当地居民, 本地居民, zimoto min, zimoto min, zimoto min, 或本地新闻, zimoto新聞, 支持, 忧援, 动词形式, 忧援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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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pro, pro, 职业队, pro team, pro team, pro team, 下一个, 球弹, 球弹, 我们就说这个, 棒球俱乐部, 职业棒球俱乐部, 球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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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呢, 有两大联盟, 哪两大联盟的一个, 第一个是中央联盟, 都做, central league, central league, central league, 除了中央联盟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太平洋联盟, 独座, Pacific dream, Pacific dream, Pacific dream, 这是日本最大的两个棒球联盟,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 lacareru, lacareru, 被分为一般是, ni, lacareru, ni,lacareru, 比方说被分为中央联盟和太平洋联盟, 下一个词, ペナント, 这个ペナント, 原本它是指细长形的, 三角形的旗帜, 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是指的, 获胜, 优胜的意思, ペナ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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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争斗, 最终获得胜利, 都做ペナント竞尾, ペナント竞尾, 竞尾变成竞尾, 比语境之类, 获胜或者是争斗, 竞尾, 下一个词, 战斗, 变成战盖, 战盖, 战盖, 名词形式是战盖, 两个, 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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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两亲, 双亲, 両亲, 联盟, 联盟, 比方说刚刚说的两个联盟, 那两支联盟叫両利盟, 両利盟, 优胜, 優胜, 动词形式获胜, 優胜する, 優胜する, 获胜了, 優胜した, 球队, 球队, 棒球队, 野球チーム, 野球チーム, 下一个, シリーズ, 联赛, 比如说在日本有一个这样的, 日本シリーズ, 那你就翻译成日本锦标赛, 日本シリーズ, 日本シリーズ, 下一个, 狂, 狂, 比方说棒球迷, 野球球, 野球球, 对于某种东西非常痴迷的感觉, Owner, 经营主, 比方说一些商家呢, 他会作为这个棒球赛的这个, 经营主, 或者是业主的第一次, Owner,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展开, 动词形式, 展开する, 展开, 下一个是秘密, 秘密, 秘密, 比方说守住秘密, 秘密を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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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ビジネス, 商业, ビジネス,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集团在日本呢, 社会当中应该根深蒂固的一种形态, 叫集团主义, 主义读作修技, 汉字写称主义, 集团主义, 好, 我们来看第一次, 集团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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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看下一个是勤劳的, 勤勉, 勤勤, 勤劳的人, 勤勉な人, 勤勉な人, 平字论背, 或者是论字排背也可以, 读做, 年功序列, 年功是年功, 序列, 年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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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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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源于中文的, 是一个外来词, 好, 下一个是重视, 重视, 动词形式是重视する, 重视する, 备受重视, 重视さ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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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阅读文, 野球棒球, 日本人が, 雇用なく爱するスポーツは野球である, 主语呢, 在前面, は, 后面, である就是です, 什么样的体育是棒球呢? 日本人更为偏爱的体育呢, 是棒球, 8月に海外に出た人, 这是一个定语, 8月份呢, 到海外去的, 出国的一些人, 这个指的是日本人, 日本の衛星テレビ放送を, 通过看这个卫星实况转播, とてもみたがる, 特别想看, みたいし想看, 把い去掉变成がる, 表示第三方, 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上去叙述, 因为8月份的话有甲子園的决赛, 所以呢, 他指的是8月份去到国外的那些日本人呢, 他们都非常希望通过卫星电视来收看, 他们想收看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 それは甲子園球場で在甲子園棒球场所行われている举行的高校野球の結果が気になる, 因为他们非常在意高中棒球决赛的这个结果, 身体是比较原因, 家庭では在各个家庭当中, 昼間から从白天开始, テレビの前に大家都聚在电视前, 就完全的像钉子一样钉在那儿, 钉在电视前, 地元の高校を応援する, 都相继的去支持自己本地的高中队, 日本のプロ野球は12球団で, 在日本呢, 有12支呢, 职业的棒球俱乐部, 分别为Central LeagueとHAYO, Pacific Leagueに分かれる, 被分为中央联盟和太平洋联盟, 两大联盟, 也就是12个职业棒球队当中, 又分为了两大联盟, それぞれが, 他们分别为了获得这个获胜, Penanto是获胜, Penantoを基索って, 争夺这个获胜, 他们一共要举行130試合を戦う, 要相互争夺130試合比赛, 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そして最后啊, 由両リーグの優秀, 有两支联盟的優勝队, 優秀チーム同士が, 有两支这个联盟队当中最终获胜的队伍之间呢, 要在这个日本的锦标赛当中争夺, 日本シリーズで戦う, この時は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が全日本, 丸でファン, 符就像是野球球になったヨーデ, 就像是这个丸で和这个ヨーダ, ヨーデス是呼应, 这个地方で是做连接, 整个日本就像成为了棒球狂人一样, 優秀したチームの, 那如果获胜队的这个オーナー, 获胜队的这个营业主, デパートの場合は, 如果他们的营业主是百货公司的话, 甚至会出现オーバーゲンゼルが展開される, 就会为了劳求福利, 给大家的球迷送上大甩卖的活动。 この人気の秘密は, 之所以它会有这么高人气的秘密在于, 一体何だろう? 那说明作者他有疑问, 他说, 这个棒球怎么受欢迎的这个秘诀, 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一体到底是什么呢? 野球は棒球ビジネスであり, であり就是である的联用中主行, 表示是, 首先棒球它是一种商业, 競技であり, 它是一种竞技, 見せるスポーツである, 它最终也是一个贡人观赏的体育赛事。 そこに, 在这其中, 集团の中で、 在这个团队当中的相互合作, での在哪里的, 集团の中での協力、 勤勤相互的这个拼命的努力, 以及年功序列、 平字论倍、 面子など、 还有面子等等を重視する, 重视的日本人社会、 日本社会特徴が全て入っているから。 最后讲的原因, 句话特别长, 我们从后往前面看啊, からです是因为, 那就是说, 为什么日本的棒球会这么的受欢迎呢? 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全部都涵盖进去了, 什么东西的涵盖进去了呢? 涵盖了日本人, 而且是怎么样日本人呢? 最最重视团队之间的协作, 重视相互之间的努力, 重视平字论倍, 重视面子, 这些特点的, 怎么样? 日本人社会の特徴が全て, 也就是日本社会的特点全部都涵盖其中了。 好, 所以这就是表示他为什么会如此的受欢迎的原因。 那么大家注意看, 这里有一个定语, 就是从这里开始, 重视这个, 这个这个和这个的日本人社会的特点全部涵盖其中, 是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有点啰嗦。 好, 那么这一课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希望大家把单词语法全部过关之后, 再继续往后来看。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